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部因素只能起辅助作用 今天小关来说一说养生那点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心是健康的根本 健康的根本在心 一切法从心生 心静则深静健康 从调节心性开始 调节心性需要学习圣贤传给我们的大智慧 正确的观念 远比昂贵的药物和危险的手术更能帮助患者消除疾病 因为有了正确的观念 你就会有正确的决定 就会有正确的行为 就可以预防许多疾病的发生 一切药物对治病来说 都是治标 不是治本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因为一切的病都是错误的因产生错误的果 错误的因不除 错误的果就不会绝根 与其相信药物 不如相信自己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 但这需要在你得到的前提之下 才能分辨这一切 中庸是养生的根本原则 顺应自然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那么人如何才能发现自己是否顺其自然了呢 其实这太简单不过了 你有病了 你不舒服了 你不自在了 那你就是违背自然了 要做到顺外面大自然的自然 还要顺自己内在命运的自然 这二者是不可或缺的 人大部分生命现象是人体在调节清理身体垃圾时所表现的现象 是人体自动调节平衡所表现出的状态 所以应该把它们当成正常的生理现象 而不应该去把它当成病因来消灭 所以当人在生命的时候 一定不要有怨恨心 心里要安定 心定则气顺 气顺则雪畅 气顺雪畅则百病消 人生罪季是个乱子 心乱了对外可以吻视 对内可以打扰气血 视之是正常 而脑怒恐怖 喜忧 婚姻都是乱 为多病短受的根源 不但养病时不应乱 即平居时一记心乱 人违背了养生法则 虽不一定会立即得病 但一旦形成习惯 就会大大增加得病的机会 这就和交通规则一样 你违背了交通规则 不一定会出事故 但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人的健康离不开这两大因素 主发位之机 主管发射的那个部位就叫机 箭在弦上要发出去 必须拨动这个机 其他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都有一个机 只有触动这个机 事情才会发生 不触动这个机 其他的条件再多 也没办法引发事件 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事情发生的最关键因素 它是点不是面 可是触动这个点 就能带动面 所以病机就是疾病发生 发展变化的最关键因素 也可以讲病机一开 人的病状就会显现出来 人就进入了病的恶性循环当中 和病机相对的就是生机 生机一开 人就会进入康复 这个良性循环当中 实际上病机和生机 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 是一对阴阳 病机开了 生机就关了 而生机开了 病机也就自然开始关闭了 这个就是辩证法 癌症病在现在人们的心里 等于死刑 其实如果我们不叫它癌症 那么对于病人来讲 就等于给病人留下了希望 等于留下了生机 事实上讲没有治不了的病 只是你的心能不能放下 一切病从心生 一切病从心治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有生机 找到了这个生机 对这而治 你就会有机会康复 找到生机 对病而治 养生有一条很重要 就是不能怕死 怕死者阳气不足 这就是道家所讲的 修炼人要有英雄的气质 人 智 勇 三者 缺一不可 很多重病或绝症 都有一个理由 恨 当这恨没了 病也会一起消失 这世间最难解的是 绵延不止的恨 忽悠解不开的恨 才有治不好的病 人的健康 离不开两大要素 一 足够的气血 二 畅通的经络 包括血管和排泄 垃圾的通道 人体中的气血也是一对阴阳 血为阴为体 气为阳为用 血为气之母 气为血之帅 气不足 亦得淤积之病 如肿瘤血栓等 气太过 亦得脑出血之类的病 所以 只有气血平衡 人才能健康 人生以气血流通为主 气质可以足血 血足可以截毒 为癌为流 皆是血气不流通之故 气以顺为主 血以通为畅 百病无不先由气质 气欲于内 甘些受伤 挽救之法 再化厨得快 而化厨要绝有二 一 寻其根 其根在心 心空则一切自化 二 以钥匙 按摩助其化厨 帮助血气之流通 人在气不足的时候 不能盲目不气 否则会影响身体健康 如果是因为血不足 就需要先补血 因为血为气之母 否则就成了干烧气米 把内脏伤坏 如果是因为预止不通 就可以增加气血 血气同补 这样才能达到补气的作用 运动有两点禁忌 一 不能在气血不足的时候运动 二 不能在污浊的环境中运动 运动的作用有二 一 增加气血的运行速度 促进体内的垃圾排出体外 二 打开皮肤的毛孔 吸收天地精气 气以行血血以补气 二 一也 凡人九世则伤血 九卧伤气 九坐伤肉 九利伤骨 九行伤筋 气情六欲之过 则伤元气 伤心肾 多撑伤肝 多银伤肾 多食又伤脾味 睡时如有思想 不能安着 切勿在枕上 转侧思虑 此最好神 五十属心 此时可散步一刻中 闭目养神 择心气强 一个修养身心的方法 静养法 安坐在床上 把身心一起放下 自己浑身如融化 不许用一毫气力 好像没有这个身子相似 呼吸顺其自然 心也不许它用一点力 一起念便是用力了 把心安在脚底板下 此时引火向下 引水向上 自然全身气血顺畅 环境对人养生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是为什么 人在空气清新的深山老林里 会把顾及养好的道理 因为深山老林中的 景微物质 会通过人在放松情况下的深呼吸 把它吸收到人体内部 从而滋润 酝氧五脏六腹 使人重新焕发活力 还有重要的一点 常人并不所知 就是人不仅仅是通过口鼻来呼吸 人身体的每个毛孔都是可以呼吸的 而且正是他们吸收着天地的精华 人在松静的状态下 慢慢深呼吸就能体会到 人和天地 精微之气的交换 在吸气时 实际除了肺在吸气 整个身体是在把体内的气向外排 即把人的气释放到天地 而肺在呼气时 实际人是在通过全身毛孔 吸收天地的精微之气 记住 我们偶尔拉肚子 打喷嚏 咳嗽 发烧 等都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修复系统在工作 不要一出现这些症状就滥用药物 否则这些药物就会破坏 你自身的修复功能 一旦你的修复功能减弱或丧失 那你就把命运交给这些药物了 只要症状不严重 最好的办法是静养 安心静气 让自身的修复系统 来完成疾病的修复工作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顺用药物 让我们自身的修复系统功能恢复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但愿你能够拥有这份自信 一生健康幸福 其实我们人体本来就具有自愈力 它既是天生的 又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 四种增加人体自愈力的方法 方法一 休息 劳累时休息是恢复体能 是最有效的方法 俗话说三分治 七分痒 可见养的作用特别重要 这种养包括充足的休息和有规律的生活 方法二 运动 运动能治愈很多疾病 特别是慢性病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 方法三 营养 营养在中医里也叫做水骨精微 意思是食物消化后能被人体吸收的 对人体有益的精华部分 中医认为 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 营养对身体很重要 而对于处于恢复中的人体尤为重要 方法四 心态 人是身心统一的动物 身体和心灵组成了人的整体 身体是心灵的载体 心灵是身体的指挥 如果指挥系统出现了问题 身体的各个器官就不能很好的工作 身体是心灵的一个表象 如果我们把疾病归为身体出了问题 我们治疗的就是症状 而我们永远解决的是症状 没有解决症状背后真正的原因 病来病去 病来不去 病去还来 都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 那到底是谁在决定我们的生命 是谁在决定我们的身体 其实 我们每个人身体中都有为神医跟随 神医在哪里我们是能看到的 比如 我们身体上滑了口子流了血 但不会血流不止 血会自己凝固 为什么 是我们自身的自愈能力 我们不需要告诉血液让它快凝固 伤口快愈合 这就是这位神医 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道家认为这是道 佛家认为这是如来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道不起作用呢 因为被道了 道怎么才能产生作用呢 就是回到道中去 回到康复的道中去 当我们真正回归的时候 道就起作用了 身体内在的自愈能力 康复能力就开始启动了 我们的身体就自然健康了 最后小关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总之一句话 做人做事放平心态 才是健康养生的最佳途径 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 学习到了有用的知识 希望您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喜欢小关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